高雄岡山区有一家将近20年的连锁餐饮店 是不少人儿时的回忆 最近却贴出公告说因为租约到期了 即将在7月7号结束营业 消息一出有不少老顾客都相当的舍不得 大叹好可惜 三五好友聚餐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聊天 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间位在高雄岡山的知名连锁餐厅 许多人从小吃到大 但如今却传出即将洗灯 不少老客人想到不舍 店外挂上红色布条 写下因为住月到期 餐厅营业到7月7号 感谢各位多年的支持 将近20年的连锁餐饮店 在台南发迹 主打咖啡复合式餐饮 是不少人聚餐地点 目前北中南一共有24家店 如今传出席灯 民众猜测可能是附近百货商场影响的生意 他那边是比较多远 你要吃要看要玩要什么都有 目前都去到那边 尝试尝鲜 这边其实刚好附近 比较难停车 当场开幕有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有考虑到捷运会盖到这边 业者坦言的确生意受到影响 但主要考量还是停车问题 目前也在找更合适的店面 只是会不会重新开幕很难说 毕竟是当地人时代的眼泪 消息一出 不少人也把握最后倒数时间 品尝熟悉的好味道 记者吴宗轩王成龙高雄报导